日前商台DJ瑪莉出帖 分享一篇有關咬字不正的文章 誰知姜濤的粉絲對號入座 與瑪莉爆發罵戰 還說就算姜濤咬字不正都可以好紅 這日姜濤來到商台 接受瑪莉有份主持的節目訪問 瑪莉與姜濤都有大方合照 姜濤就說與瑪莉見面不會覺得尷尬 與她一直私下都有聯絡 有些粉絲是很敏感的 我都知道 所以我當我的粉絲跟她說 先不好意思 的確有些粉絲是她們一直是這樣 我覺得沒有辦法 我會好好跟她們說 其實我覺得無論她是否出帖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本身一直都很在乎這個問題 所以我沒有特別多想 因為我覺得不用別人說 我自己都知道 姜濤字之咬字不正 又會如何改善這個問題呢 改善的話 我想我一直都很在乎自己咬字的問題 所以一直都有去上課找老師練 作詞會宜劍 作詞會議題